实施新冠病毒感染以泪移管后的首个长假刚刚结束 中国旅游市场交上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2023年春节假期 中国国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 同比增长23.1% 多家旅游平台发布的出游报告也显示 告别就地过年后 这个春节假期 中远程旅游稳步复苏 旅行体验年味浓厚 春节假期长途又持续升温 同比增长超过285% 云南广东海南等温暖的南方目的地 成为了长途游客的出行首选 团圆成为今年春节假期的主旋律 家庭亲自出行订单量的占比超过60% 以花灯庙会集市为代表的传统年俗项目 成为了各地节庆活动的主角 和家人一起在年俗活动中享受过节的氛围 是年轻人们过年的新市场 旅客在春节期间走得更远了 出行的平均半径同比2022年增长超过5成 每位旅客的出行距离相较于去年 平均增加了400公里 酒店预定兼业量达到历史新高 酒店连住三天以上的订单量 同创历史以来的峰值 平均入住时长同比增长3.6个小时 伴随着长线出游的升温 多地景区迎来久违的爆满场面 酒店民宿餐饮等配套产业迎来新年开门红 滑雪游湖登山露营等 适合多人共享的游乐项目也受到游客青睐 春节初三到初五之间就是明显变化特别大 咨询量也比较高 京京济这个游客咨询量订单也比较多 入住时间更久了 从一个冬奥后退后高山雪场 给民宿的也是起到了一个带动性作用 而作为跨境旅游放开后的首个长假 出镜游市场也逐步复苏 春节期间出镜机票同比2022年的增长6.7倍 目的地排名前五的为泰国 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美国印度尼西亚 那随着航班的供应增长和各地防疫措施的优化 预计国际机票国际酒店的预定量将会持续的增长 在出镜游方面 泰国稳去订单量最高的海外目的地榜首 其次是新西兰日本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文旅部此前宣布 将于2月6日起 试点恢复出镜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 这一消息也让许多计划错峰出国的游客 开始筹备几年后的旅行 目前海南云南等气候温暖地区的旅游市场率先复苏 期待春暖花开后 中国各地旅游市场也能火力全开迎接八方来客